女生很在乎的就是两侧对面的细节 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摄影师帮你剪好的话 他一定会有一个外面的比较高的 短头发比较高的层次 你就用手轻轻地在这边拨 从上往下拨 从上往下拨 轻轻拨 逆向拨往前拨 为什么要做 让它虚虚 它就虚虚掉下来了 就会是比较自然的 虚虚就不是刻意拉在那边的 注意拉两条在这边 就你以前了 我以前是一大戳不是虚虚 如果你是用刻意拉下眼的话 我以前哪有留过 我以前有 我好像脸上了 我现在想好 如果你今天是刻意拉下眼的话 你的绑痕这边就会非常的明显 就会分成前驱跟后驱 对 头发的虚虚你就会看到了 那要擦胶吗 可以上一点点 可以上一点点有固定效果的 让发尾的线条可以再明确一点 再清楚一点点 就稍微戴在发尾上面就可以了 让它不要这么虚 明显再明显一点 早饭老师 右边又掉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你要告诉我们 因为它现在是领子 我领子很高 然后我现在 一样是刚跟那个谁 Toni老师有一点像 这两个马尾 但是我放的位置不太一样 好 你也是要分区对不对 而且我是 我是头发很多的那种 好 你看镜子 好好喔 两边再把它绑起来 两边 我绑的不是往后 有一点往上的 对 没有前面一定要放下来 没有使什么滑吧 好 现在是有这种斜刘海的 然后小麦老师 对 把文轩的两侧的长头发绑起来 对 那跟逸轩的是相反 对 对不对 逸轩是前面绑起来留两侧 对 那我这样脸上的会不会很大 拜托 有安全感 等一下你不要 还有就是说 你如果怕你脸大的话 你就 你不要这么多黑 你不要 你就尽量把自己 下半身穿红衣 脸就行 你看感男球员 没有上桌的 对啊 大家都也小脸 对 还有我 我到你 店鲜店搭一个 妈搭一个 所以你现在模特儿看起来 其实很宽可是她脸很小 包穿一点点东西 是固定有粘性的吗 没有粘性 但是是让头发不要那么的毛躁 跟某 是好像乳液 这一瓶也很好 它没有什么重量 好像很满 后面那一个吗 我要放到前面 好 要吗 然后前面那一个要 绕到后面这一个 圈住 对 弄得住 头发很细的 弄得住 但是你要先上一点卷的肉 可是你头发得要有一定的量吧 对 那是因为文轩的头发比较长 然后半发长长 有什么绑起来只有上面那一个 你先把前面的往后放 所以你说后面的绕前面 因为 对 然后把这边的 刮一刮 用手揉一揉就好 刮成灯笼状 你看我用手刮就已经这么大扣了 对 好大扣喔 因为其实文轩有流流海 不然其实如果她没有流流海的人 我会建议把这一个放到前面 好大扣 您伯特别是